日本陆海空自卫队联合参加国内年度射击演习 美军叫嚣以冲绳边海作战团威慑中国军力 日本获利用7月的北约峰会扩大同北约印太军事合作 美日军事外交动作哪些值得高度警惕 美国联合日韩双方在这个区域进行了任何的演习 它实际上和我们都是有关系的 俄称境内多处能源军事目标遭袭 吴称吉福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于说还休的大反攻背后有哪些乌克兰的顾虑和考量 对于俄罗斯境内以及俄罗斯现在控制的乌克兰那些地区 进行洗脑破坏呢 接下来肯定会进一步增加 吴方正式向德国索要金牛座巡航导弹 德国会否向吴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引发关注 科索沃紧张局势升级 塞尔维亚军队向科索沃方向紧急进发 欧洲是否会点燃新的火药桶呢 防务行观察马上播出